灣區偵探帶你融入灣區生活 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那些影片了 想了解更多的流盤資訊 可以連結我們影片下方的 WhatsApp連接 查詢發展商內部優惠價 我們希望無論在什麼情況之下 都可以幫到大家 希望大家以後可以支持我們 Hello 大家好 我是Danny 今天我們就帶大家來 來參觀一下一個 亦都是火居虛發區的一個項目 還有這個 刑家 他就由賈居六集團去打造的一個項目 這個項目呢 他是一個四十年產前的一個雙主項目 就在火居虛發區 駁去七路這邊 駁去七路的話這邊有個 深中通道的一個出入口 到時的話我們可以直接想過 去到深中通道 大概都是十幾二十分鐘的一個車程 而且在項目的一個門口 這裏 那邊就直接有一個 深中局際中色情的了 這一塊都是他深中局際中色情的一個範圍來的 是一個商業塊 有寫字樓 有酒店 有超市 雙重 這些全部都有的了 而且有了解過的朋友的話 可能會知道 他對面 對面這棟建築的話 是叫 關華新城來的 前期有過來中心這邊的朋友可能會知道 這個是一個自宅號碼 號碼都非常之大的 他就位於這個號碼的隔離這裏 那好了 現在就不說太多 我們就直接進去薩樓堡 看看他的情況是怎樣 好了 那現在呢 我們就在薩樓堡的邊 看到的呢 就是他的一個 區域地圖 和他的一個沙盆 那現在呢 就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的一個區域是怎樣 那我們樓盆所聚的一個位置呢 就是為這裏的 這棟建築 就在火具虛法區這邊 那中心的一個火具虛法區呢 就靠近著 心中通道這條 這條橋的 那火具虛法區的話 他就 尊重人口的話 就有25萬人的 那有很多家那些 知名的一個企業 比如說 其中世界500強的一個投資企 在火具虛法區這邊 就有20家的了 那火具虛法區 有些不知道的那些朋友呢 就要問 火具虛法區 究竟是做些什麼的 那火具虛法區的話 他主要都是做些 電子 電子基地 或者說那些智能裝備 電子訊息 新聞營 汽車配件 或者那些健康 健康醫療 這些產業來的 主要都是做這些的 那我們樓盆 就懷疑 火具虛法區 這條 白路 白路是中生的一條主共度 可以白路旁邊的 和那條 益線路 這條益線路 的一個救援處 那 在項目來說 它周邊 它後邊的話 就是一個公園來的 那麼 在我們項目的話 後邊是一個公園 而且 交通方面的話 在我們項目這裏 就有那些公園車的 那到時的話 或者我們自己開車 要去到 深中通路這邊的話 大概就十幾二十分鐘的一個時間 那 在我們項目呢 如果直接行上邊 中間 這條白路的話 直接下去 去到中生的一個市區 就是東區那邊 如果開車的話 大概都是十分鐘的一個時間 就可以去到東區那邊的 那 而且 還有一個交通方式 就是平時 如果香港的朋友的話 就需要坐船 坐船的話 就在最上邊那裏 有一個 中生港的一個 後運碼頭 那到時的話 我們開車過去 十分鐘都不到 就可以去到那個 中生港的一個 後運碼頭 那可以坐船 去到深圳福音碼頭 去到香港的一個 中拱城 去到香港的一個 基 基松那邊 都沒有問題的 可以去到 那除了 坐船 和自己開車之外 在我們項目這裏 去到中生港 中生浸 是一個高鐵浸來的 那大概都是15分鐘的一個時間 去到中生浸 那在中生浸的話 現在 它是一個輕軌浸 同時 也是一個高鐵浸來的 那在我們去中生浸這邊 坐車 30分鐘的時間 去到珠海 下面珠海這裏 珠海的一個拱北 上邊的話 是可以去到廣州的一個 廣州林浸的 那這個是輕貴線路 以後的話 個深武高鐵 中生現在有高鐵浸建設 就是我們深武高鐵 是深陣連直到 武明那邊去的一個高鐵前路 那在中生這邊 有經過深個浸點 一個是中生北浸 一個是中生浸 那到時 也會經過中生浸這邊 二屆是2023年通車 那通車之後呢 我們在中生浸這邊 可以直接坐高鐵 過去到 到深圳那邊 最高鐵到香港 都是非常之便捷的 那這就是它溝通方面 那它配套方面的話 在樓盤門口這裏呢 就直接是一個 中生的一個 新中局最中式城 有居型之家 有寫字樓 有酒店 大二營的一個 一個購物中心 距離項目 我們項目的話 只有50米的一個距離 那最興奮少少的呢 我們可以去到 火具雙軒上面那裏 那上面火具雙軒 上面這裏的話 有一個 退用城雙軒的 那這個退用城雙軒 是一個 都是一個商業購物中心 裏邊有那些電影演 KTV 還有 狠德基 這些全部都集中 就是那個退用城雙軒那邊的 最陰的地方呢 我們可以去到 那邊的 一個燈能湖公園 化妥山公園 地方公園 這些是它的一個 優行的一個配套來的 那醫療配套的話 距離我們 紅目500米的一個距離 有一個心甲醫院 就是火具虛發區醫院 還有一個 綜合性的中醫院 叫谷丹中醫院來的 那這個呢 就是它 它周邊所有的一個配套來的 而且 紅目的話 靠近心中通道 所以 如果在這裡的話 做一個投資 或者自己住的話 都是 家裡沒有問題的 那 區位 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那我們看一下 它的一個沙盤 紅目的一個規模 這個我們現在看到的呢 就是它 項目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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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左座的一個位置 就在這裡 一邊 一邊的話就是它的一個 售納部 那整一個 項目的話 它正地呢 是有4.5平公斤的 4.5萬 那在前面這裡 啊 這個 這個 發光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的一個 公斤車站來的 在這邊 這裡寫字 公斤車站 那小區裡面還有什麼呢 可以看到 有一個 幽魂運動廣場來的 啊 那最入去少少 是一個 綠化配套 是一個臨下幽魂廣場 那 入邊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 是它的一個 配友的一個 老天遊行池來的 是一個 垂高室的一個 遊行池 所以這 這樣的一個設計 它的一個 絲密性的話 會比較好些 而且 整一個項目的話 它都配有 環繞著 一個小區的 一個 跑道來的 那可以看到 整一個項目的話 就一共七棟建築來的 啊 啊 七棟建築 那 現在主要賣的呢 就是二棟 和深棟 這兩棟 那 二棟和深棟的話 深棟是有分的 深棟是分為 A座和B座的 那 那 二棟的話 它主要賣的是 一些平層的一個燈位 二十八層 兩體五戶的 那 其中有三個尺寸去選擇 第一個是 八十一平封米 做到 兩棟兩聽一懷 啊 一個是 一百零八平封米 三棟兩聽兩懷 還有一個是 一百一十八平封米 三棟兩聽兩懷 這個是它二棟平層的那些燈位 那 新棟這邊呢 它是密緊複式燈位 來的 它總共就十五層 啊 兩胎九戶 啊 就有兩個面積的燈 兩個尺寸 六十五平封米 三家二房 兩聽兩懷 啊 七十五平封米 四家一房 兩聽兩懷的 啊 那它的一個現在密緊的一個關隔呢 大概就是 呃 平層的 平層燈位就是移動這裏 它是密緊一蚊一到一蚊二的一個關隔 啊 不過就是無非的 那 那 那 複式那邊的話就新棟這邊 它是密緊萬五個萬六的一個關隔 那 那這邊的話就是大 大中修的 啊 那 那 平層它層高的話是有三米 複式的話它就有四米五 啊 這個就是它在湧動最瘦的一個情況 那 那 收樓的話 就要去到二零二年的一個年底這樣收樓的 啊 那 那整一個紅木 啊 小灰來說的話 它不大 啊 它的一個六角六呢 就分之三十這樣 不過小灰所帶有的一個配桶呢 啊 都是會比較足一點 啊 而且叫它下面這裏 二棟和三棟這邊 下面這裏 一樓 到時候都全部做分那些雙液體的 啊 做分一些雙泡啊 等等其他雙路超市啊等等 這些的一個別的直施啦 那 那這個呢就是它小灰的一個情況啦 那 那等一下我們帶大家去看看它的一個用品筋 好了 我們現在所在的一個位置呢 就是它的一個 啊 心凍這裏 啊 現在呢 我們看的這個護形就是 心凍靈心護形 啊 使用面積的話是有114平方米的 做到四階一房 兩廳兩壞 啊 啊 ilia 它的門的話 它有一個門呢 就是採用那些短紙指紋的 啊 在門的後面這裏 它就設計為一個廚房 廚房的話它是邤字型的設計的 啊 而且ise ג明火的 那頓溫YourPM 這個消毒櫃 還有上邊這個抽油煙機 還有這些櫃 它都會做好 做好給業主去使用的 這邊的話 它就二流了一個 雪櫃的一個位置 在這裡 這邊呢 就是它 客廳的一個位置 客廳的一個 虛筋呢 是有三米幾的 在客廳後面 旁邊這裡 這裡呢 它是做了一個 露鯪的一個面積 那 連到旁邊這裡去 旁邊這裡是一個 一間房間來的 那這裡是 鳳中桌 作為一個食廳 都是剛剛好的 這裡就是它 一樓的一間房間 那它複式單位 一樓就擠這間房間 都足夠大的 而且這邊放過衣櫃 空巾剛剛好 夠用 這個呢 就是它 公用的一個 洗手巾 這個是洗澡房 馬桶 還有那些洗手 洗手 那這間呢 我們上去二樓看看 你看 它中間這裡的話 它就做了一個 真空的一個設計 那在這邊的話 它就 這裡的一間房間 會比較小一點 到時它做一個 書房 或者BB房都OK 而且它在這邊 進去的話 進去的話 它還有一個 陣送面積的一個 空間在這裡 那到時的話 都可以做為一個 縫 縫門的一個地方 這邊還有一間房 這間房的一個 面積都會比較大 而且它每間房都有 它的窗在那裡的 保證它的一個 通風取功 和它的一個 舒適感 到時這裡的話 可以設計 一個衣櫃 縫一個衣櫃 在這裡 這裡還有一間房 和旁邊那間 都差不多 會小一點 不過 縫中一米八的蟲 還有一個衣櫃 再縫兩個蟲頭鵝 都OK 沒問題的 最後就是 它這裡二樓的一個 洗手間 和一樓的是一樣的 那它二樓這邊呢 就做了 三間房 一樓有一間 就總共是 四間房 四房 兩廳兩位 一個 廚房 廚房都足夠大 這個就是我們 七十平的一個 壺形 這一間呢 是二樓的 零三房 一百一十八平 封面做到三房 兩廳兩位 進門的話 這裡是一個 入庫花園 那旁邊這裡呢 到時可以做一個 鞋櫃 還有 上面可以做多些 雜物櫃 在這裡 那這裡呢 就是做了一個 定紙 指紋文碼鎖的 這邊是它的一個客廳 客廳的話 它的一個空間非常之大 客廳後邊這裡的話 是它的一個 熊腿 熊腿的一個面積呢 都足夠大的了 按下的一個 中度 望出去的話 是望小區的一個 旅行 現在就是在試鏡工 這邊 是它叫一個 餐廳的一個位置 來的 餐廳的一個位置 跟客廳 是一種大 的 奉張 大一點的腿 在這裡都沒有問題 旁邊 旁邊出去的話 對面那裡是 光華新城 沒有什麼遮擋的 打開窗的話 就是一個 臨不通透的一個戶型 這裡是廚房 廚房是設計 一個一類型的設計 廚房旁邊 這裡呢 還有一個生活露台 那這些 這裡呢 它設計了 放洗機的一個位置 在這裡的了 這個位置 是二樓位 放雪櫃的 那現在看看它的房間是怎樣 這裡有一間俠房 都是十一瓶這樣的一間俠房 這邊都是它的一間房 這間房會比較小些 不過它的一個取工和通風 會比較舒適些 放棕櫥在這裡 旁邊這裡都可以有足夠的空間 做一個衣櫃在這裡的 這個就是主用房 主用房會比較大些 放棕櫃的床 那這裡還做了一排的衣櫃 兩個重頭櫃 那這裡的話 它就做了一個飄沖的一個面積 飄沖的面積呢 是全部贈送的 這邊呢 就是它主用房的一個洗手巾 和公用的洗手巾 模式是一樣的 這個呢 就是一百一十八平方米 做到三房 兩廳 兩位的一個戶型 這個戶型是比較舒適的 如果你住的話 就非常之適合 好啦 剛才呢 我們就參觀了 雅居六 賢家這個荷木 實際上來說 荷木的一個陣地 就不太大 不過它配號呢 就有的了 因為它 好像這些 一樓的這些地方的話 到時都會做一些商業體來的 所以 配套方面的話 現在都完算的了 而且 外面有一個深中國際中式城 它都是一個商業配套來的 直接在樓盤門口 等到那邊成熟了之後呢 我們一出門 就有那些 可以享受到的商業配套 那這個荷木來講的話 它就 平層和福色都有 而且 是 四十年曾經的一個 一個 雙主 雙主樓來的 福色的呢 它就兩個面積 看起來 都是比較實用些的 而且 還有許命果 有老頹 一般的話 那些福色單位 是很少有命果 和大老頹的一些單位來的 那這個就有 那平層的單位呢 它就 和住宅沒有什麼區別的 而且 它的一個戶型呢 看起來 都是比較實用些的 所以 這個荷木來講的話 如果用來投資 買福色單位 我覺得是買得過 如果用來自己住的話 那些平層的單位 都OK 沒問題的 不過 有些人就會擔心 它是中住的 到時經 它的一個稅費 會比較高些 不過 這個都不要緊要 因為 在大陸這邊買房 在稅費的一個問題呢 都是由 實收的 就是 你出手多少錢 到時你就實收多少錢 那今天的一個項目呢 就和大家介紹到這裏 如果有想看其他樓盤的 那些朋友 都可以 直接留言給我 到時我都會去 拍攝給大家看 那今天就到這裏 拜拜